英文幫幫我 Help me... 我們要請Mina老師 大家好 我是用腦學習 一級棒的Mina老師喔 今天Mina老師就要教大家 用快樂 聯想的方式 來輕鬆寄英文單字喔 老師 Help me 就是因為我之前在那個 運動酒吧的工作 然後呢 就是剛好那時候 就有一個金髮的外國人 超漂亮 讓我看他渾然忘我 然後他走過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他要一個 Fork Fork 對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 把它聽成Funky 所以就以為 哇 超開心 Funky tonight Yeah 結果沒有答案 會抽一 完全會抽一 就超糗的 就整間霸人都在笑我 那所以我應該怎麼把 叉子記下來 大家如果單純就是要記 叉子Fork 叉子Fork 這樣死盡硬碑 其實是滿難記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剛才的洗掉 我們現在想像一個畫面喔 就是有一個佛祖 用叉子科經文 所以佛科經文用叉子 佛科經文用叉子 叉子 佛科 Fork 所以叉子的英文就是 Fork 另外一個跟料理有關的單字 料理最重要是什麼 平底鍋嘛 那平底鍋的英文是 Pan 可是要怎麼做記憶呢 就是呢 平底鍋一次可以煎 10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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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 Pan 所以平底鍋的英文就是 Pan 沒錯 所以大家你看 你是不是沒有把紙筆拿出來 也沒有死盡硬碑 可是你就一下子就寄了 兩個英文單字 是不是很有趣呢 老師... 幫我幫我 之前我女兒就問我 烏龜的英文要怎麼說 我竟然把 我竟然還笑耶 還笑我英文發音不標準 老師 請問一下 我到底要怎麼記 烏龜的英文才好 才記得起來呢 好 阿米媽 其實我們烏龜的英文單字 非常好記喔 大家看過烏龜嘛對不對 有 烏龜應該沒有長頭髮嘛 所以烏龜的頭都是 所以烏龜都是 所以烏龜的英文就是 烏龜的英文就是 好厲害喔 好像剛剛 聽完明老師的解說之後 馬上就記起來了 我也可以現學現賣對不對 佛科就是Fork 就是叉字 然後因為烏龜沒有頭髮 Turtle 土頭 馬上就記起來了耶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小趣事啦 因為因應國際的話 大家想說 然後我必須要有英文名字 對不對 但是我要說我自己 親身的經歷 這個就真的還滿好笑 另類的使用 右腦的聲音記憶法 聲音記憶法 對 因為像我的英文名字是Failia 那當初我在取的時候 日本只想說 女神 希臘女神的名字 然後跟外國人接受的時候 都沒有問題喔 我就說 Hello and Fa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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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如果跟台灣原長的 Failia 我說好 OK 妳也記得住我沒有關係 好可憐